这首歌是我认为在华语歌曲里面 歌词写的最好的一首 而且被很多歌手翻唱过 特别是朴树 每次演唱的时候都会泣不成声 而且朴树还说过 如果这首歌是我写的话 我可以当场死去 可见这首歌真的是非同一般 那么这首歌呢 就是由李淑彤作词 美国的一个作曲家叫奥德威作曲的 《宋别》 这首歌的来历呢 是1915年 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 然后李淑彤的朋友 跑到了他的院子门口 大声喊 我破产了 咱们后会有期吧 说完然后就跑了 李淑彤很纳闷 然后出来之后 只看到了背影 然后他呆站在 冰天雪地里面一个小时 然后后面感慨万千 回到了房间里面 由当时他的女朋友叶子弹琴 然后他一边哭泣 一边填完了这首词 确实是非常的 淒美的一首歌词 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弹唱一下 感受一下这首歌的美妙 我们下期的歌曲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滴指角 指角般零落 一呼说 就尽于还 尽小别梦寒 很多人觉得这首歌 是在送别朋友 但我觉得这首歌更像是在送别自己 跟过去的自己做一个告别 因为时间不可倒流 过去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们只能够回首或者怀念 更重要的是把未来的日子过好 这是我从这首歌里面得到的一些感悟 那么很多人都说这首歌好 到底好在哪里呢 你看啊 这歌词 长庭 古道 芳草 晚风 夕阳 笛声 等等这些具象的名词 构建了一个像中国画一样 这么有个淡淡的美感 淡淡的忧伤 而且每一句话 基本上都是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画面 而且连起来的话 还能够看到作者 饱含的深情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精力 然后你好的文笔 然后非常强的表达欲 是很难写出这么动人的歌词的 李初彤呢 可谓是出生在富家子弟 他父亲是银行家 算是个富二代 钱半身呢 风流倜傥 非常潇洒 38岁之后呢 又当了和尚 专心学佛 就他这个跌宕起伏的人生 而且又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就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 才能够击大成者 产生这么一首好的歌词 过了这么多年 我唐这个歌也是很多年了 终于明白 红衣法师在元祭前 写的四个字到底什么意思了 就是悲心交集